全油管最快新闻,南通之云足球俱乐部就主帅加布里加西亚竞赛一场的处罚发布了正式回应。 俱乐部表示将服从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并加强赛场纪律宣讲和自身管理,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该处罚源于加布里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上一轮联赛的误判发表批评意见。 误判事件也引发了广泛讨论和球迷的激烈回应。 回应中,南通之云俱乐部对球迷的支持表达了感激之情,并表示将继续努力提高球队实力并保持与球迷的紧密联系。 同时,俱乐部也呼吁中超联赛应减少错误判罚并提高裁判员的准确度。 这次事件再次引起了对WAR技术在中国足球中的应用和重要性的讨论。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 对WAR技术在中国足球迷的讨论和球迷的讨论和球迷的讨论。